我們就不應該再起韜光養晦這個圍道做事了 韜光養晦要低調 現在我們作為大國之物 國家已經開始變成一個領導力量的話 就不是叫高調 而是要提高一個圍道 這個圍道譬如看中美關係的話 我們要說不是什麼緩和和解 或者要我們主動去融入你這個美西方的國際別墜 而是講較量 剛才聽到王毅的資料 新聞報道都知道 都相當之硬正 好了 你有你硬正 美國依然用心相當的糧苦 它糧苦到怎樣呢? 又找一些智庫 就開始傳遞信息 這個就是通常他們 就是找這些學者或者智庫行先的 它竟然間可以一個乾坤大樂儀 就說中國在南中國海是海盜 南中國海是我們領土的 它在搞半邊 這個幾乎接不到 所以美國學者要發起這個海上平亂項目來反制 好像美國不是在南中國海的地方 它沒有任何的地方或者主權的領土 在該領域 為什麼走到這麼遠可以說到 中國在南中國海上海道 海警船就在這裏巡來巡去 阻礙航行自由 威脅到周圍鄰國的問題 所以 這個就是一個非常之不值得的 讚同的行為 這些海警船就是穿了制服的海盜 美國之音就引述了海軍的研究院 叫做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研究員 這個是非政府的獨立組織研究所 但是不要緊 剛才聽我說也知道 一些宣傳戰是有看得到的面 看不到的面 這些經常都隱言自說 自己我不是政府的機構 這些所謂的智庫這些所謂的學者 全部都是美國政府的 栽培之下的一些發言機器 這個非政府的獨立組織 但是跟美國海軍很大關係的組織怎麼說呢 就是說 這些這樣的 中國的船 根本就是一種叛亂 為什麼呢 原來它的前提 就說南中國 或者是南海 並不是中國的領土 這個就是如果你變成官方的意見 就一定是打打架 是吧 但是民間很重要 不過開始洩一些信息出來 就說 喂 南海既不是你 你的船在這裡駛來駛去 這些所謂的海警船 在這裡執行任務 簡直是 一些和19世紀初的海盜 就是這些叫做什麼 巴巴里海盜 我不知道什麼 我還沒查到 這些是地中海的海盜 專門去扣銀人質 勒索銀 類似現在這個 索馬里這些 海盜行為一樣 將我們中國 在這裡行使領土主權 我們的船在這裡循環 成為海盜船 你不需要準備做什麼呢 於是他準備要做事 就說應該 就是要 跟這個 南中國海 或者南海和領土主權 有關的國家 你應該支持他們 例如菲律賓 例如印尼 馬來西亞 就是說南美國 其實真的 明不正言不信 南海與你無關 你真是世界警長 你猜你真是打得 你可以走很遠 當然他覺得自己有什麼實力 他才這麼說 但是如果 其他南海國家 如果不是呼應美國 這樣做 美國很難突然走去 難道你真的攔住這些海警船 難道你真的捉海盜 難道你真的 將它打沉 也沒什麼可能 當你有膽也好 但是法律上是不對的 所以現在他鋪定的腦 就已經是否定了 中國的領土主權 甚至門抹黑 中國在巡邏的船 是有排爛仔 就是穿著軍服的 其實是海盜 因為這個地方根本不是你的 只是美國的眼光上來講 所以 無端端就吐了我們一棍 我們就變成海盜國家 這個是相當之有羞辱性 雖然說他是一個民間團體 真的傷害性很大 傷害性大不敗 看你的實力了 你是不是可以叫到 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 和越南這些國家一起 和你一起去平亂 所謂這個叛亂 就是去壓止中國的海軍 你有那本事 你從這個實力出發 可以言之成你 否則 真是 未來的衝突會越來越大 但我們也不是說 什麼叫做緩和 什麼叫做和解 以前的緩和 基於我們所謂韜光養晦的 儘量不要挑釋 OK 能夠忍得到的話 儘量忍 為何實力不夠 如果我們有相當的實力 我們也會這樣做 這件事情 你說中國是不是盲目不時 我們看回美國歷史 講歷史最好 歷史觀怎樣呢? 美國在 當時我說的 魯羅斯福的名言 就叫做 溫柔在口的手持大棒 魯羅斯福正正就是 二十世紀初的時代的總統 當時美國的角力不是最強 但是可以有機會挑戰到歐洲 這些傳統霸權 但是他為什麼要 這麼積極去做這些 他為什麼要手持大棒 口中溫柔呢? 是對付他們在西半球 的輪郭 的小郭 就是西半球 就是整個南北美洲 這個地方 為什麼? 他不能夠被歐洲的傳統勢力 入攝這個位 美國當時不是百分之八強 不是第一 第一的時候 有德國 有法國 有英國 各自各的軍力 美國不是 但是開始 非常之有實力了 所以他開始做這件事 就是說 說話溫柔 手持大棒 對付什麼 威雷瑞拉 之前說過 哥倫比亞 阻止巴拿馬 銀行開作 損害了美國的戰略利益 搞你 擺戰艦 擺在你面前 對付你 我們如果 如果真的想起 我們建六艘 七艘的河母艦 真的不是用來做觀光 是不是 真的 真的要 說話溫柔 手持大棒 美國有一個好的榜樣 所以說你要搞南海 說我們是強盜的話 沒所謂 你繼續說 鄰國緊張跟 主要我們說話溫柔 我們是說和平崛起 我們是說和平復興 我們是說領土主權 我們是說共同開發 如果你不識趣 你去受大國挑動 等於當年的 南美國家 其他小國 是聽歐洲傳統的勢力 去挑動 去反對美國的話 美國就絕不客氣 這就是大國民 大國之民的眼界 站在圍道之後 我們就不會跟你說 什麼倫理是非 無需要說 也有很多事情可以跳出來 說回到現實問題 就是說 有些不愉快的事件發生 原來中國脫下 什麼脫下呢 就是因為有疫情關係 上海停工停產了一段時間 搞到GDP受了挫折 日本經濟新聞和日經 有些調查 訪問了很多個中國經濟專家 綜合他們的意見 說今年中國真的只是最多 GDP增長只有4.1% 去不到5.5% 5.5% 這個應該是今年3月這個政府報告 就是講到這個報告裡面說 對於今年有5.5%的增長是有信心 如果講到中國其實有很多的優勢 譬如我們2021年已經是 GDP已經去到17.7萬億美元 是等於美國的GDP的7.7% 就是第2經濟體系 民意增長 這個就相當之 就是 當年2021年的GDP增長是8.1% 相當之好 當時覺得在3月的時候 當時上海還沒有去爆疫 還沒有去新一輪新冠的大流行 所以就 很有信心5.5% 但現在計算了 他們計算了 現在中國也不太好 只有4.1% 即是去不到5.5% 5.5%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因為5.5是一個指標 是中國會不會在2030年的時候 我們的GDP總量超過美國 如果我們由2021年一直到2030年 一直保持大概5.5% 就是上下的增長的話 我們有機會 甚至可能再早些 例如2028年左右 最遲到2030年左右 我們可以的經濟體量 會追過美國 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量 當然了 人均GDP 我們跟美國還可以爭很遠 但是當我們的經濟總體量 能夠去到Numberland的時候 就已經不同 今天又不再跟今天的所謂 就是脫離這個通江養晦 我們已經開始要承接 甚至我們要考慮 如何去做我們一個領導大國的地位 當然了 這個就不要說那麼遠了 實際來說 今年是不是跌到4.1%呢 即是跌到4.1%呢 明年會不會追得回呢 會不會我們 即是2030年 做不到Numberland 最大的經濟體量 這個不清楚 因為中國其實也有很多優勢 因為我們的中產消費者 大概有4億人 還有我們已經開始有新基建 即是數碼化整個中國 中國的城鎮化 都只有65%左右 即是還有十幾% 還可以發展 再城市化的時候 就會再推動這個GDP 那麼這個就業就真的要保住了 那如何運用這個新基建 如何去調動我們的經濟的積極性呢 就真的要看看我們政府的功夫 大家好 想和大家介紹巴士的步 推出的一個新服務 石樓台 石樓台會提供獨家內容 給我們的忠實、觀眾和支持者 訂閱石樓台 每日不用港幣兩元 就可以看到我李童、盧永雄 巴士的步團隊 和其他名家提供的獨家內容 我會在那裡跟大家分享 採訪國家領導人 出訪七十幾個國家的點滴 以及外交新聞 背後鮮為人知的故事 不過我們在YouTube頻道 這邊的節目也不會減少 希望你能支持巴士的步 訂閱石樓台 在畫面下面的資訊欄 點擊石樓台連結 就可以瀏覽石樓台的內容介紹 以及免費試看一些精選內容 另外也可以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網站 都可以找到石樓台 請大家去石樓台看看 多謝大家的支持